我们新政府上来以后 两岸关系 这个和凡 马总统推动的活路外交 以及外交修编 跟以往的做法也有相当不同 此外 我们在过去一直想要努力成为 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这个努力 一直没有成功 可是去年 基于我们务实的做法 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 参加了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 这个重要的一个国际场域 也是我们退出联合国 这么几十年来 第一次回到联合国的大会堂 大殿堂里面去 从源外的政策开始改变起 这个以目的要正当 这个执行要有效 而且要合法 这种透明的做法 使得国际人重新看待 我们的源外计划 我们的源外计划 在这里 我们的源外计划 眼督方 moved下